救命 太射死了 自从我跟闺蜜学了德语专业之后 我俩就好像得了社交牛逼症 在路上聊天都自带加密属性 完全不担心被人听见 于是他就当着我男神的面 肆无忌惮地给我传授撩汉攻略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男神 用一口流利的德语给人指路 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一直都能听懂德语 原来高端的猎手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 故事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 闺蜜芝芝硬要拉着我去篮球场 陪她看她男朋友阿诚打球 我急不情愿 你看你男朋友 为什么要拉着我这个单身狗 是宿舍的床不舒服吗 还是电视剧不好看 我要大热天去吃狗粮 芝芝 听说篮球队里有电气学院的院草 我迅速套上小裙子 你等我化个心机 尾速严妆 等到了篮球场 我才后悔没带遮阳伞和墨镜出来 太阳毒辣辣地照下来 玻璃的篮板都反着刺眼的光 我抬起手捂住眼睛 回过头去问芝芝 她们男生为啥这么想不开 偏要选大中午来打 话还没说完 就听她惊呼一声 小心 紧接着就听见贴近我的后脑勺处 发出了砰的一声 我赶紧回头去看 就对上了一双凝晃晃的眼睛 同学 你没事吧 她篮下原本砸向我的篮球 碎发上还黏着汗 脸红红的 气喘吁吁地看着我 没 没事我赶紧摆摆手 她点点头 回身把球扔给队友 笑着数落他们 没张眼睛啊 罩着姑娘砸 芝芝拿胳膊肘捅我 帅不帅 帅 真帅啊 高高瘦瘦的 一身干净净的少年气息 在球场上左凸右弓 然后刷 的投进一个三分球 我借着满场的欢呼声 小声回答 还行吧 芝芝偷眼瞄我 那你脸红什么 我心跳得很快 赶紧解释 被球下的 哦 闺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本来还想让阿诚 替你打听打听她呢 既然如此 那算了 我错了 我一把搂住她的胳膊 还请女侠救我与寡王的水火 芝芝心满意足地笑起来 我看着场上那个 奔跑跳跃的身影 和她显眼的24号黄色球衣 一时之间 有些睁不开眼 竟觉得阳光在耀眼 都没有她耀眼 和清欢 电器学院大三 身高184 天秤座 偶像是科比 喜欢吃火锅重点是母胎单身 芝芝伸手指了指食堂的窗口 后续资料是付费内容 请我吃米线才能解锁 真黑啊你 我咬牙 我去给你买 刚买好米线 坐下来 芝芝突然停住 用眼神指了指窗口排队的一个人 切换成德语 你看那个人 不就是你的24号哥哥吗 我赶紧拽他 你小点声 看给你紧张的 他又听不懂芝芝笑道 看在米线的份上 今天就给你传授一下我的独家绝学 追男神的恋爱秘籍 我将信将疑 靠不靠谱挖你 他眉毛一粒 我就是靠这招撩到的大直男阿诚 甚至 他到现在都以为是自己追的我 你个单身狗质疑我 不讲了 我赶紧求饶 我洗耳恭听 第一招 雪中送炭阿诚说了 你的24号哥哥喜欢每天中午打篮球 但经常忘记 带谁你就提前买好冰水 在他打完篮球的时候递给他 说感谢他上次帮你挡球 我心领神会 明白 腰汗嘛 就是要制造相处机会 以及互相亏欠 我借着感谢他的名义 给他送水 他下次就能借着还我水的名义 请我喝奶茶 再下次我就能请他吃饭 一来二去 不就熟络起来了吗 第二招 叫投机索号芝芝继续 阿诚说他跟24号哥哥 这学期都选了一门编程课 到时候 我可以让阿诚教你编一个简单的小程序 你可以借着 让他帮你测试代码的名义搭讪他 我又疯狂点头 明白明白 追男人嘛 总是要让他帮我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小忙 这样不仅是出有名 还能让他很有成就感最重要的是 通过他的专业打开话题 不仅是他感兴趣的领域 还能让他觉得我勤奋好学 这第三招嘛 芝芝神秘兮兮 得加钱 我咬牙切齿 我不都已经冲VIP了吗 芝芝理所当然 你冲的是黄金会员 这是行事会员才能解锁的内容 我先试试你前两招管 不管用吧 我翻了的白眼 我是韭菜 但我又不傻 芝芝扑斥一声笑出声 开口要说什么 可我看见何清欢 已经买好了饭向我们走来 虽然知道他听不懂 但我还是有些心虚地压低了声音 好了不说了 快吃你的米线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他好像带着笑意若有所思的 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如坐针毡 如盲在背 说干就干 过了两天 我就买了冰阔落 大中午的就往篮球场赶 只等他一打完球就假装路过 顺势给他递水 可是刚刚走到球场围栏外的小树林 我就远远看见另一个女生向他走过去 嘴里喊着他的名字 他纹声回头 单手夹着篮球 大不留心地走向那个女生 女生伸手递给他一个粉色的袋子 他接过来摸了摸 心情很好地放在了篮球架下 然后就开始心不在焉地投篮 一边投还一边东张西望 直到那女生消失在了他的视野里 他才一屁股坐在篮球上 逼着头提提袜子 拽拽鞋带 我有些退缩 不是说他单身吗 那么这个女生的身份是追求者 还是暧昧对象 还是只是普通朋友 我脑子还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腿就已经不听使欢地走到了他面前 他感觉有人过来 便抬起头看我 眼神干净清澈 倒照得心怀不轨的 我有些心虚 学长 好巧啊 在这里遇见你我照着原本计划的台词说 正好超市的可乐买一送一 我一个人喝不完 你帮我解决一瓶吧 就当是感谢你上次帮我挡球 亮晶晶的汉叶 顺着他利落的下颌骨躺下来 留过他的脖子 滚进他的领口 他看了看我递出的手 猴杰滚了滚 摇摇头笑起来 不用 我这有奶茶 学校新开的那家店买的 听说很好喝 他一边说 一边伸手指着篮球架下那个粉色的袋子 啊 原来刚刚那个女生送来的是他爱喝的奶茶啊 他收了他的奶茶却不收我的可乐 看来错的不是可乐 是我啊 我很是窘迫 没等他说完便急着打断档 我突然想起来 吱吱爱喝可乐 我先走了学长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扭头便溜 隐约好像听见他在我身后说了句什么 但我尴尬的厉害 把冰可乐贴在发烫的脸上 恨不得能架着金斗云 一个金斗翻出十万八千里以外去 明明是他拒绝我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心情低落的厉害 一见到 吱吱就仰头 闷了一口可乐 不能啊 吱吱拖着塞一脸疑惑 没听说 他有跟哪个女生走得近啊 你这消息准不准啊 害我大射死 我把脸埋在手心里 只露出 一张闷闷不乐的嘟脐的嘴 消息肯定准 吱吱信誓旦旦 你这二十四号 哥哥在咱们学校也算挺有名的了 吊白墙都上了无数次了 前两年也听说过有女生献殷勤 可传闻都说 他不尽女色呀 不然 他这么一个大帅哥 怎么会没谈过恋爱 吱吱真有你的 我抓住了他话里的重点 对他竖起大拇指 不尽女色的院草你让我撩 我这恋爱小白还没出新手村呢 就给我上地狱 难度指不定他喜欢的 其实是男生 又或者他是唐僧拉倒吧 换人吧 别呀 吱吱嬉皮笑脸的搂住我 至少把第二招式玩嘛 不然VIP不就白冲了 失败了又不亏 成功地画白剪一院草 我想了想 道理吗 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为了帅哥 我再冲一波 编程真的好难哦 好在阿诚教给我的 不是什么复杂的程序 掌握规律 以后我逐渐能上手了 自己写的简单程序 总算是能跑了 吱吱看过我的测试 运行之后探为观止 可以呀你小鱼 也算是高科技人才了 阿诚在旁边点头鼓励 小鱼才学了三天 就编出这个 算是很有天赋的了 毕竟程序语言 也算是语言 这东西也不比德语难 我苦笑 反正程序和程序员 只要有一个能跑就行 我抱着电脑 去了图书馆 在我长区的二楼 转了一圈 果然在窗边 看见了何清欢 这次他没穿运动气息 十足的球衣 而是穿了一件 宽大的黑色T恤 让他高瘦的身材 显得更加挺拔 脸上戴着一副框架眼镜 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指 浮在嘴前 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书 我鼓起勇气 坐到他身边 打开电脑 欲言又止地看着他 他察觉到我的目光 疑惑地转过头来看我 我赶紧把提前 写好的纸条递过去 学长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听说你选了编程的课 想耽误你两分钟 请你帮我测试一下 我新写的程序 配合我们 做一个校园小调查可以吗 他看完以后点点头 起身就往自习室外面 走我没反应过来 还留在原地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他走了两步回过头 见我没跟上来 便朝门口偏了偏头 我这才明白 赶紧搬着电脑 跟他去了自习室外的大厅 他在大厅的圆桌前坐下 一边接过我的电脑一边说 里面不方便说话 在这给你看程序吧 这样有什么问题 也好及时沟通 这一股子 学霸气场 扑面而来 倒让我觉得我的程序 过于不正经了 他点了运行 屏幕跳出上一行大字 同学你好 请问你是否赞成大学里的校园爱情 是请输入Y 否请输入N 和清欢 Y 电脑 如果有机会 你本人是否愿意尝试一下校园爱情 是请输入Y 否请输入N 和清欢顿了顿 输入Y 他专注地盯着电脑 我专注地盯着他之前几次见他 他都把被汗水浸湿的头发 抓到后面 露出他好看的额头和眉眼 但是今天他的刘海垂下来 跟他的黑屁和框架眼镜搭配在一起 显得禁于又疏生气 不争气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 看来和清欢跟电脑配合得很好 很快就走到了 我预设的最后一个问题 电脑 如果有机会作为女朋友接触的话 你觉得坐在你身边的 测试分发源如何 欣宜请输入微信号 无感请关闭窗口 感谢您的参与 她嘴唇本来严肃地拧成一条线 看到这句话 净露出了一丝笑意 耳根也有点红 她扭过头来 认认真真的看了我几秒 看得我面红耳赤 才在输入框敲下了一行数字 成了成了 微信号get 芝芝啊 真不愧是芝芝 加了微信以后一切都好说 无论是朋友圈的魅力展示 还是点赞评论互动 都能刷存在感促进感情 我在心里欢呼了起来 看来新手村的第一关 可以说是打过去了 我等她输完 刚想抬手拿过电脑 她却突然开口了 你的程序有很大的问题 我伸出的手僵在了原地 这不过是最基础最简单的 输入输出和条件语句 完全没有必要让别人测试 她偏过头来看我 语气没有情绪 却让我无地自容 最主要的是 你的程序缺少一个 保存输入的功能 什么意思 我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 也就是说 她继续解释 就算我输入了我的微信号 一旦我关闭了 这个及时的窗口 你就无法再恢复这个数据 话音未落 她就趴地关掉了 我的运行窗口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 她把电脑推回给我 不信你可以找找看 嗨 人生吗 不就是这样 起起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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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欲哭无泪 趴地合上电脑 学长不好意思 打扰了 谢谢你的意见 我会改进我的程序的 再见 哎 我是说 她在身后喊我 可我脸烧得很 心里又难受得厉害 好像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这么尴尬 这么丢脸过 我快步跑出图书馆 把她的声音甩在了后面 别灰心 还有第三招呢 芝芝 坐在我的床边安抚我 这可是我的杀手锏 一般人 我不告诉她 别放弃呀 爱谁追谁追吧 她不喜欢我 你看不出来吗 我又何必找不痛快呢 白白丢人 还惹人厌恶 我拿被子蒙住头 谁说的 芝芝插着腰愤愤不平 我们小鱼又聪明又漂亮 性格又好又可爱 无论谁喜欢上你 都是她的福气 谁敢厌恶你 看我不戳下她的狗眼 我在被子里 传出嗡声嗡气的一声 那你去戳下 何清欢的狗眼吧 芝芝隔着被子揉我的头 可是她又没说不喜欢你 总要最后再试一次吗 我免费 把第三招交给你 如果还不过 再放弃也不迟 我把被子从头上扯下来探出头 真的免费吗 她笑起来 现实免费 我坐起身 快说 第三招嘛 极魅力展示 专业能力 和伸出援手三大方针为一体 全面提高脱单概率之之神秘兮兮 那就是找个德国人 拦住何清欢用德语问路 在她处于尴尬 无助无可奈何的状态下 你就像天女 降临一般登场你放心 你的口语在咱们专业 可是数一数二的 这一通流利的德语展示 保准能闪瞎她的狗眼 让她对你另眼相看 等等我指出了根源性的问题 我上哪去给她找德国人问路 呃 这个嘛 这只挠挠头 咱们学院不是有新疆人吗 浓眉大眼高鼻梁的 我五官都皱在了一起 这也不像啊 她一摊手 反正何清欢也没见过德国人 看见个抑郁风情 可不就信了吗 我翻过身 背对她盖上被子 听起来不咋套谱 睡了 吱吱极了 伸手掀我被子 最后一次 再不成功我请你吃火锅行吧 我咬牙切齿 你立字句 吱吱这次大概是良心发现了 替我用一杯奶茶 收买了那个新疆同学 又带我俩练习了几遍台词稿 这才放心的让我俩出马 我换上了漂亮的小裙子 化了妆 带了美瞳 卷了头发 喷了香水 却跟做贼的一样鬼鬼祟祟的 蹲在墙根底下 等着下课回来的何清欢 唉唉唉来了来了 吱吱激动地 给新疆同学识眼色 一号演员就位 一号演员演技很不错 一边东张西望 一边往前走 然后就不经意地 好巧不巧撞上了何清欢 然后他停下来 对着何清欢用极快的语速 机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德语 边说边挥舞着双手打手势 把这一片的教学楼都指了一遍 好像火影忍者结音一样 何清欢愣在了原地 这谁看了能不迷糊 吱吱推了我一把 二号演员出 我装作也是刚下课的样子 缓缓走过去 大概还有十来米的时候 何清欢开口了 一串流利正宗的德语 从他嘴里轻飘飘地冒出来 他边说边指了指一栋建筑 那应该就是 你要找的三号教学楼 他用的还是尊称 最复杂的动词辩位 都用得滴水不漏 他 会 说 德 语 而且说得很好 我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迈到一半 还没来得及放下的脚都悬在空中 差点忘了落下 他这才注意到我 嗯 陈小鱼 你也刚下课吗 我答非所问 你会说德语 会啊 他点点头 一脸莫名其妙 高中读的国际学校 去德国交换过 脑瓜子嗡嗡的我 想起我跟芝芝在食堂讨论的撩汗秘籍 以及他那句反正他也没见过德国人 我不活了 我不理解我脸这么烫 怎么没把脑子里的水蒸干呢 我口干舌燥的张嘴问 那你为什么没告诉过我 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何清欢歪歪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是啊 我俩只不过是见过几面敌路人同学罢了 更何况除了第一面 剩下的交集权是我人为制造 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 他有什么立场告诉我 怪不得向来没有带水习惯的他 偏偏在我送水那天收了别的姑娘的奶茶 怪不得他在我让他测试程序的时候 一口答应 没有惊讶 他早就知道的 我跟芝芝的讨论他早就听到了 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委婉地拒绝我 是我太蠢了 不但没看出来 还硬是要百折不挠地往上贴 倒成了他的负担 陈小鱼和清欢正色起来 我不擅长跟人绕弯子 我跟你直说吧 不用了学长我明白了 我强忍着泪水打断他 对不起 这些日子 打扰你了以后不会了再见 我灰溜溜地落荒而逃 跑到一半还被高跟鞋崴了一下脚 我看见芝芝在墙 后面用担忧的眼神看着我 自嘲地笑了笑 给我买好换个星球生活的票了吗 他拍拍我肩膀 想开点 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脚踝肿得有点厉害 芝芝给我买了几罐冰啤酒 让我回宿舍冰敷一下 回宿舍的时候 经过走廊时 传来不知道是谁在被鼓闻的声音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解 我气得喷的一声 关上宿舍门 吱吱出去了 房间里空荡荡的 只剩我一个人我心里酸的难受 鬼使神差就把手伸像冰啤酒的拉环 准备来个为爱买醉 呲的一下 裹着气泡的酒水喷出来 淋了我一头一脸 刮了我的眼线 湿了我精致的卷发 脏了我新买的小裙子 痘大的眼泪珠子 巴搭一下就滚了出来 太委屈了 太丢人了太没出息了 我长这么大没追过男生 我以为自己 在大润发杀了八年的鱼 在少林寺扫了十年的落叶 早就心如止水了 竟不知道 自己如今还会为了爱情流眼泪 我以前没喝过酒 两罐下去 就开始晕头转向 芝芝回来的时候 我在床上 躺得东倒西歪的 用被子枕头蒙住头 他叫了我几声 我都没硬 然后我听见他 打开电脑噼里啪啦的打字 像是在跟网友激情对喷 然后又出去接了两个电话 怒气冲冲的回来了 我从床上探出个醉眼朦胧的头 怎么了 和男朋友吵架了芝芝 赶紧过来看我 是不是吵到你了 我不出声了 你睡一会吧 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你别跟阿诚吵架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不知道能跟自己喜欢的男生在一起 有多不容易 我搭着舌头 是是是 我知道 我们不吵了睡吧 芝芝拍着我的背 我眼一闭就跌进了梦香 第二天脚踝消肿了 虽然用力的时候还是有点疼 但是我还是决定出门去上课 还没出楼门 就看见何清欢站在女寝楼下 背靠着宣传展牌 像是在等什么人 路过的女生好些都在偷眼瞄她 还有人对她指指点点的 跟同伴说些悄悄话 她戴了顶鸭舌帽 用手拉着帽颜遮住半边脸 T恤外面披了一件雪白的衬衫 干 狗男人真帅啊 我在心里骂骂咧咧 转头就决定从后门走就这一转身 她看见了我 张嘴就喊我的名字 路过的女生纷纷回头看我 看得我面红耳赤和清欢 你是我的射死制造机吗 我本来想跑 奈何脚伤实在是限制了我的速度 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 突然想起了一阵BGM 她逃 她追 她插翅南飞 为了避免 她以为我没听见再喊我一遍 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还是决定出去面对她 小鱼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这个送给你她一边说 一边伸手递过来一个袋子 不用了学长我低着头 不敢看她 你不过是不喜欢我而已 不需要道歉 反倒是我一直打扰你 很不好意思 东西我也不收了 我们就算两清了 她无奈地抬手揉着眉头 你周末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喝奶茶 有话想跟你说 我周末不可不适 我的意思是 没时间 非常忙我一口回绝 学长有什么事 在这说就行了 而且我马上要迟到了 你最好严谨一概 长话短说 她沉默地盯着我看几秒后 长叹了一口气 把手上的袋子塞给我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先去上课吧 东西拿着 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就那样消消然 走在校园的林荫路下 一时之间 不知道怎么竟冒出个想法 觉得明明被拒绝的是我 她却好像比我还难过 低头打开袋子 看见满满一袋药膏 吞雾 震痛贴 原来她来道歉 不是为拒绝我而道歉 而是为害我崴脚的 是道歉吗 此后的日子里 我都在很努力地躲着何清欢 避免和她碰面 芝芝也很有眼色地 对她绝口不提 再也不拿什么 24号哥哥来打去我 可世间的事 就是这么奇怪 校园说 大不大说 小不小 之前追她的时候 努力制造偶遇 也很难碰到她几面 现在躲着她了 她却好像阴魂不散一样 平凡出现在我上课的路上 回宿舍的路上 食堂常去排队的窗口 以及图书馆的二楼 她不懂得怜香惜玉吗 搞得我这个 一瘸一拐的残疾人 每次躲她 都躲得很辛苦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 用了和清欢送的药 我的脚也恢复好了 芝芝终于决定 要兑现之前欠我的火锅 校外新开的那家 川卫火锅店 我已经馋了许久了 落座以后 芝芝把菜单递到我面前 你先点菜 我去烫洗手间 我低着头刚点两个菜 就感觉有一个人影 过来坐到了对面 我头也不抬 这么快就回来了 对面那人顿了顿 发出好听的男声 周末没时间 非常忙 我愣住了 慌忙抬头 看见和清欢坐在我对面 带着校尼盯着我看 是你呀学长 好瞧好瞧 我干笑两声你 也来吃火锅吗 和清欢仰起眉毛摇摇头 抬起手 把一个袋子放在桌子上 不巧 我是专门来给周末 不渴的你送奶茶的 我看着那个熟悉的粉色袋子 尴尬的回忆 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又局促地想逃 慌忙站起身 不用了 我真的不可 甚至还有点想去厕所 她见我起身 也慌忙站起来 一大胯步 走到我面前扣住我手腕 有些气急败坏 陈小瑜 你是短跑冠军吗 为什么一见到我就跑 就不能有一次 让我把话说完吗 你怎么这么狠心 这么残忍 这么无理取闹 我也气坏了 我不想听你 亲口说不喜欢我 这是 有这么难理解吗 我再狠心 再残忍 再无理取闹 也不会有你狠心 有你残忍 有你无理取闹 何清欢学着我的口气 一秒入戏 你怎么知道 我说出口的是不喜欢你 到底是谁狠心 谁残忍 谁无理取闹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给我无味的希望 难不成你要说 你喜欢我吗 你说啊 你说啊 我夸张地甩开她的手 穷瑶不找我演戏 都是她的损失 何清欢一把按住我的肩膀 陈小鱼 我喜欢你 这下轮到我猛了 什么 偏要陪你过把吸引你 才能好好听是吧 何清欢口气颇为无奈 我喜欢你 很早以前就喜欢你 一直一直都喜欢你 在你喜欢我之前就喜欢你 我愣在原地 整个人红得像蒸熟的虾 可是 你明明听到了 我跟芝芝商量 怎么撩你 为什么还要每次都拒绝我 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来话长啊 那你就长话短说啊 长话短说是付费内容 你得办会员啊 我气得捶她一拳 学点 好吧你 不听算了 她无所谓的撇撇嘴 听 我咬牙 男人啊 你的名字叫贪婪 怎么办会员 她直指面前的火锅 陪我好好吃完这顿火锅 我们边吃边说 可是芝芝她还 我话音未落 手机震了震 芝芝发来消息 不好意思啊小鱼 阿成临时叫我回学校 说有急事火锅 就不陪你吃了 下次再补偿你 我眯着眼看何清欢 早就串通好了 她红着脸憋笑 把奶茶推到我面前 尝尝好不好喝 我终于搞清楚了 整件事的始末 何清欢在图书馆二楼 我常坐的那个位置的 鞋队桌坐了整整半年 可我却从来都没有抬头 注意过她 她一开始只是觉得 我学习起来特别认真 服按低头一整天 除了吃饭 绝不抬头 更不会偷懒 走神满手机 于是她就偷偷把我当作学习对手 每次她学不进去的时候 抬起头 看见我还在认真学习 就会强迫自己 重新进入状态 半年里 她难免会在校园的 其他地方遇见我 不知不觉摸清了 我上课的作息 知道了 我爱吃哪个窗口的菜 喜欢和谁在一起玩 爱跟朋友开什么样的玩笑 总之 她逐渐注意起我来 越留意 越觉得我有趣 越看我越觉得 我好看 以至于一想到我就忍不住 嘴角上扬 以至于一天见不到我 她都会觉得心里空荡荡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八成是喜欢上我了 在她发现我每天中午下课回宿舍 都会经过篮球场外的小路后 她就经常大中午的 顶着太阳去篮球场打球 企图通过矫健的身姿和卓越的球技 她自己说的 来吸引我的注意 没想到我 没过两天就嫌那条路太热了 换了条路走 她绞尽脑汁 想了个办法 通过好兄弟阿诚和芝芝的传话 总算是把我骗到了球场外 才制造了我以为的第一次见面 但是篮球砸我属实是个意外 能就到我 却是意外中的必然 因为她余光就没从我身上移开过 她听见芝芝传授给我的撩汗秘笈以后 虽然表面还是波澜不惊的样子 但其实一回宿舍就拉着阿诚 让全宿舍唯一的脱单选手传授恋爱经验 由于她不尽女色的名声在外 这一举动立刻就吸引了 几个宿舍的一群直男的注意 大家都来七嘴八舌地给她支招 她说要在我打完篮球之后给我送水 我要怎么做才显得不会过于殷勤 又不至于冷漠 她挠头 她想用给你送水这件小事来打动你 说明她是一个注重细节的女生 阿诚兄有成竹 那你最好要比她更细节 并且最好还你一个稍贵一点的东西 这样才能拿捏住最佳尺度 何清欢若有所思 怎么才能更细节 阿诚小声低语几句 七八个男孩子的头凑在一起 听完大家都露出了我懂得的笑容 于是何清欢观察了两天 我带去图书馆的水 发现没有冰水 便断定我那两天不能吃冰 所以就提前点了 学校奶茶店热奶茶的外卖 我见到的那个女生 也不过是个兼职送餐员罢了 其实那次我说我带了奶茶 后半句是能不能请你一起喝 但是你没听 扭头就跑了何清欢家了 骗毛肚地道我玩礼 我服娥 我说这两天怎么这么晒 原来是老天都让你别整无语了 第二次我问阿诚 你要问我程序代码 我该怎么指导 何清欢继续 阿诚说了 这种时候就是展示男人专业能力 让你生心生崇拜的最佳时机 如果我配合你 顺利留下微信号 并说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你只会觉得我敷衍 和无趣先关掉你的程序 再掏出手机主动问你要微信 才能给你带来失落后的惊喜 我一口奶茶枪在嘴里 你俩可真是倒数第二 得倒数第一讲题 一个敢讲一个敢听 何清欢惋惜 可惜没等我掏出手机你就跑了 我还打算回去好好给你讲一下 怎么改进那个程序呢 好家伙 大可不必 那德语事件呢 那第三招可没提前泄题 你别赖到阿诚身上 我脱塞 嗨 那人一拦住 我我就猜到是你找来的了 且不说人种都不一样的问题吧 他那德语发音也属实是有点出戏 他那张俊俏的脸上露出了难为情的神色 和他平时轻松随意的气质大相径庭 我以为你是突击检查 我能力来了 于是决定在你面前大展身手 秀一下我的多才多艺啊 不是 语言能力 听到这里我已经心如止水了 甚至还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你可真是五大郎放风筝 一出手就不高啊 他反咬一口 还不是怪你每次都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跑 我那次就是想跟你说清楚的 结果话没说 青海害你崴了脚 要不是那天 阿诚跟芝芝打电话时说漏了嘴 被芝芝骂了一顿 才说清楚这件事 我都不知道该以什么理由再接近你了 我不依不饶 那我问你会说 德语的事的时候 你还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是想说 如果告诉了你 还怎么利用你的计划反套路 你他有些惭愧地扶着鹅 而跟到脖子红成一片 爱 偷鸡不成十把米 我已经揍过阿诚了 我想起喝醉那天 吱吱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 像个网络喷子 不禁觉得有点好笑 原来追了男神半天 被追得竟是我自己 那何清欢突然脸了笑意 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 我想问你 他这是要表白吗 我的心脏砰砰跳 耳朵又开始发热 一句 我愿意已经在嘴边了 他扬了扬手机 现在可以加你微信了吗 只是加微信吗 啊好的你扫我吧 我赶紧低头拿手机 借此来掩盖我的失望 手机震了震 收到了他的验证消息 Do best the password to me on herzen 你是我这颗新的密码 我抿嘴笑起来 程序员的浪漫 又土又甜 吃完火锅 夜幕已经降临 我和他一起走路回学校 平时那么长的路 为什么这次感觉走得那么快 一下子就到了 快到你寝楼那条路的路灯 坏了几盏 黑漆漆的一片 他坚持说我一个人走不安全 硬要送我回寝室 笑死 这条路我都一个人走了两年了 有什么不安全的正想着 一只温暖的大手 就包住了我的手 我回头看他 他棱角分明的脸 隐没在黑暗中 陈小鱼 如果当初 我们没有那么多套路和反套路 如果我当时 在食堂就跟你表白 咱俩的事儿是不是 早就成了 我点点头 应该是毕竟当时我喜欢你 那就行了他打断我 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以后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啊 可是 可是我猛了 结结巴巴弟 可是什么 他低下头来看我 当时喜欢 现在不喜欢了 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眼前这个 我做梦都想得到的男人 一时之间 我竟胆怯了起来 可是 我也有很多缺点的 我没谈过恋爱 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女朋友 我也会吃醋 有小脾气 我被动又胆怯 我 他认真的听着 没有打断我 我反而说不下去了 只要你还喜欢我就行他真诚的看着我的眼睛 语气 郑重 我也没谈过恋爱 我知道 爱情是少不了磨合和互相迁就的 可是你就做你自己就好 任性也好 敏感也罢 小情绪和小性子都由着你 你不用改变什么 由我来迁就你就好 我们就像过去那半年 在图书馆里那样 你只管做你的事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你抬头 我一定就在对面看着你陈小瑜同志 我和清欢向你保证 永远坚定不移地选择你 不离不弃 我轻轻还住他的腰丝 还挺细 他身上好闻的清香 只往我鼻子里忙 我轻声回答 算是便宜你这个幸运的家伙了 那我这个短跑冠军 以后不跑了 他紧紧回抱住我 头截上下滚动 在我耳边倾笑道 只是有一点 吃醋这件事不能接受 嗯 啥意思 刚在一起就嫌我善度了呗 我疑惑地抬起头看他 因为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这男人的笑容竟如此的迷人 他倾下身子 轻轻稳住了我的唇 原来男孩子的嘴唇也是甜的 救命 这条路我都一个人走了两年了 今天终于知道了 有什么不安全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